对对对 就是这样 我的小鱼活了 起个名字吧 叫小福吧 怎么了 名字起得好 这是我给你托我给你的 谢谢 是吗 以前在附近为何没发现这般所在 看来引路的法术 综合了这里的结界 承轩 怎么不是承软 承轩确实也是阵法的当事人 难道承软是这个意思 还是 这两次的心是承轩传的 这个概率有多大 等你很久了 放心 周围布了乡镇 一般人进不来 不然哪儿存得下这么多奇珍异草 事到如今 确认到底是谁已经没有意义 尽找这招吧 成二少爷两次态度相差这么多 让人意外 谈证提前我先确认一件事 你不记得我了吧 记什么 他打上我捣唤好几个孩子 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谁 想到说明什么 围遭这种 有何用意 我知道你不会当着我的面 长认什么 但即使如此 我随时可以用这个 让你在岛上身败名裂 你觉得大家是信你还是信我 那为何你至今没这样做呢 我自有打算 而且 既然我今天敢约你到这儿来说这些 就已经做好了你会灭口的准备 我小时候到底做了什么 可以进正题了吗 这操以前岛上很常见 但自从当年用作携针耗彩 过度采摘殆尽 如今已经很稀少了 果然是云滩操 这个可助你恢复记忆 为何帮我 大概看在咱们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的份上 尽管你忘了 好吧 不逗你了 并非帮你 记忆不能白解 条件是解开那部分信息得跟我同步 敢赌吗 曹丁你可没说 这草能恢复记忆 只要你能恢复记忆 媒介是什么重要吗 怎么 信不过我 那你慢慢考虑 我不能回家太晚了 等等 谢谢 这东西怎么用 研磨成粉服用 片刻生效 怎么了 生这些草 够恢复记忆用了吧 不过还是新验证阵法 再说记忆的事 你好像 很紧张 很紧张 毕竟四岁前几乎都是我的记忆 果然 打伤承轩是在我成行前 包括丽娘都那么说 那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做过什么过分的事 我也想知道 有赌约在 承轩会看到我们的记忆 但他 不会也能看到你吧 放心 不会 记忆能窥视 但石海不能 除非他本人进入石海 才能亲眼看到我们同在 我们开始吧 好 他不真是要做什么 想冲倒当年的覆车吗 这阵盘队法力消耗经浙板块 仅凭父亲一个人 根本支撑不了当年的大臣 是什么力量将其支撑起来的 难道是 外向方 难怪地的外向方 会在现场被发现 而是家里常见的玩具 竟是阵盘运行的关键 尸体 亲手掩尺的 你们先回去吧 我去齐天殿内 向列位神尊祈福 稍后便回 是 还是自己的衣服穿着舒服 回来时还得换回来呢 小妹妹 你你你 好大的建筑啊 我们就快到布阵地点了 萧公子 一会儿跟随我的指令 土姑娘 猪游术可能会短暂令萧公子行为贵的 不要惊慌 小公子 你仔细看周围环境 放松 声不息 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 好大的建筑啊 你周围有人吗 有人 都在哭 这里好大的雾 仔细看看 他们都是谁 怎么了 他不太正确啊 可能对凡人来说 猪游术的刺激先太强了 我先把他放下来吧 糟了 怎么会失控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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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上神毒下的静置在抵抗你的仙术 两股力量持续撕扯 会害死她的 算了 灵溪 带着两名凡人 擅闯齐天殿禁定 以可知罪 我 凤老 私自来齐天殿 是我的主意 与灵溪小姐无关 不用急着懒醉 萧公子竟被神识 锁了不分记忆 看来身份不简单 这一点 是不是也得跟 长老慧解释一二维 凤老 您会出现在这里 绝不是闲来逛逛 有话直说吧 还是跟你们这帮小辈 说话说的 其实 我们可以做个交易 我可以帮你们 引外的擅闯解体之词 还可以把封印解开 不会伤他信任 条件是 这些被锁住的记忆 我也要知道 放心 未经你们允许的部分 我是不会看的 我 只 只要逢了 我为那两位姑娘 我愿意共享记忆 好 萧公子爽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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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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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了 什么铁铁 小宝贵 小宝贵 品牌 老板 拿你 是不是 我想回家 哭有什么用 就当出道婉儿吧 是爹 爹真的回来过 把这帮小祖宗送到墓地地 咱们就能见到小少爷了吧 神仙是这么答应的 也不知道我爬在岛上怎么样了 老大 神仙为什么要这么拖 这孩子还一个都不让有闪失 这哄孩子真是勒死个人 我哪知道 就按神仙说的做吧 他就精神给我看不好了 这是什么好东西 拿来 知道我们是谁吗 就赶来抢东西 给我上 我不管你们是谁 我想要的就得拿来 你不敢跟我说 你 行了行了 抢这玩意做什么 想不想听船长叔叔 讲海上冒险的故事 行 行 你们知道 我照顾好乖 想拖吗 天 你们知道 他没有抛弃我 你怕蝌吗 哎 你们知道 也不知道表哥 如今怎么样了 你不吐头把他把你推开去腰吧 哪里得 这个 就散害您的面前 哈哈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待会儿别哭闹 神仙说等完成这里的任务 就送你们回去了 孩子们都带来了 怎么不见我家王呢 主人说这些孩子要先带走 等事成之后 再将你的孩子奴隐活 什么 这和说话一样吗 现在 不能说话 是他 原来他会说话 有嘘 有嘘 又是这里 鬼打墙了 小妹妹 你醒醒 这是哪里 我要回家 小妹妹 你别哭了 我陪着你 我这个劲你看 看 来 原来花刺是这么来的 我和灵溪 居然有这样的渊源 这个应该就是绅士吧 他们应该是对当年救下的孩子 都下了记忆精致 感谢您出手 不然这些线索 不会这么容易获得 你这次提供的线索还算有价值 不枉我费回力气 没想到跟图货私下交易的 竟是他 你们打过账面了 不止一次 您对此物怎么看 感受不到生命气息 也许背后另有操控 居然参与了邪阵的事 说明他也急于出道 对天数 可能是个隐患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后面在萧姬面前说话形式也小心些 没了这东西 他很容易被一些法术窥视 有可能成为潜在敌方获得消息的突破口 那 这还能装回去吗 我是直接破坏了才取下来的 费了不少修为 装回去 起码得知道运行原理 我可没那本事 你自己想办法 没想到 萧公子跟这个党 缘分如此之深 但手串的用法 你当真不晓得 这 记忆都共享了 您不信可以继续看其他的 没关系的 你们都看到了 事关多方 岛上浩劫是禁忌 不是你们区区三个孩子能擅自掺和的 此事便到此为止吧 保命要紧 明白吗 明白明白 那凤老 您看看我脑内 是不是也有被神尸所住的各种记忆 您顺便帮忙解了呗 你没有 为什么我没有 那 风浪 那我 先人灵时防备完善 应善会损坏 灵时影响神志 你脑中的封印 确定要解了 别 别了 这样就瞒不住了 你奶奶肯定没完 咱俩关于那段的记忆 估计差不多 哦 谢谢凤老 晚辈不用了 您要不再仔细看看我呢 我刚已经又确认了一遍 真的没有 你们该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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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